1月5日,我在行駛中,40码左右,方向盘40,转不动。 然后,然后我用全力可以转动一丢丢,我把它挪到安全地方。 然后它就,油门突然也没有力气,踩到底它就往前动一点点。 停到路边之后,它自己熄火,现在重启不了,要一直踩着,刹车忽然会溜泼。 小张介绍,这辆截图旅行者越野车是去年10月份买的,裸车价161900元,出故障时才开了三个月左右。 发电机上的一个保险师,这边可能是爆掉了,就这个问题。 就是属于车子的质量问题。 这个怎么说呢,那它毕竟现在是在保修区内嘛,是吧,那我们也不去说多余的解释啊干嘛中啊。 任何的一个商品,那可能在使用的过程中啊,那或多或多可能都在,都会存在一点问题。 车已经修好,小张说,关于补偿,3S店之前表示不能折线,可以送五次保养,他没同意。 小张提供了网上的图片,他说最后选择了更实用点的黑五式改装件,但费用有点高,对方不愿意全部承担。 黑五式的改装件要一万两千多呢,要一万两千多,那我们的处理方案是,那我说小张,那我们承担一半,那如果你真想要的话,那你自己也适当性地承担一点,那或者承担一半也可以,对吧。 但是小张他的意思呢,就是说他一分都不愿意承担。 小张表示,不要改装件也可以,但售后点要给他一个承诺。 要么就是补偿给我,要么就是,比如说这个东西再坏了之后,我要一个,给我签个合同,坏了之后我能得到什么,换车还是什么,我要得到一个保障。 个人认为啊,就是任何东西,任何产品,说实话你说承诺书啊干嘛这种,那我先不说我到底能不能写或者干嘛的,是吧,那我如果说写了,其实也没有多大的意义。 让我出一半的话,这肯定不可能的,让我稍微出一点点,我能接受。 那你大概心理的,一千。 这个的话,那说实话,我们解决不了。 沟通后,小张愿意考虑选择其他项目作为补偿。 徐经理表示,会等客户确定好以后,上报厂家。 1818黄金眼记得报道。